那我請教一下明傑 這個週末解放軍是非常囂張的 然後外界擔心11月大選 這個40多天之後的美國選舉 一旦膠著的話 也會變成解放軍攻台的 其中一個時間點 我們先談就是上週末 9月這個18、19號 解放軍連續兩天在這個美國的 國務院次卿克拉克來訪的時候 那等於說 這一個兩天連續都跨越台海中線 總共有這高達37架戰機 那這個動作我們事後觀察 就是說這一次的一個 軍事挑釁動作 實際上背後最主要的 還是所謂的這個政治的一個目的 那特別是這個北京 等於眼紅台美關係 急速升溫 那要做這樣的一個 軍事挑釁動作 那特別要來這個恫嚇台灣 那警告美國 那同時間我們也認為說 他這個習近平 也是在對內做一個內宣 就藉由這樣的一個動作 要去展現說 他對台海的這個問題的處理上面 還是有一個主導權 那這樣的一個政治動作 我們在應變的時候 事實上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我們看到這兩天 國防部也突然出來 特別說明說 過去大家在談所謂的 這一個台海所謂的第一級 這個first strike 就是最主動開火的 這一個權限 那現在可能有修正成 叫做自衛反擊權 那這中間不同的含義在哪裡 事實上簡單來講 我們如果讓老百姓更清楚了解 就是說基本上大家不要擔心 基本如果說解放軍單方面先開火 那國軍一定反擊必然反擊 那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涵 那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自衛反擊權 它的一個規定到底是怎麼樣 事實上簡單來說就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說平時跟戰時的不同 平時我們要分清楚解放軍對台的一些軍事動作 他到底是真正背後有準備要攻打台灣 還是說他就是像這一次就是一個政治跟軍事上面的挑釁 如果他是一個挑釁動作 那台灣要這個避免 這個掉落他的陷阱 因為他就是要用各種方法要去引戰 要去誘使你台灣開第一槍 然後找到一個藉口 他可以對你發動這一個後續的軍事行動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當然要避免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所謂的自衛反擊權 他的權限還是依照平時的戰備規定 基本上經常戰備時期的話 這個所謂的這個軍令權 總統是責成給國防部長 也就是說國防部長 譬如說他進駐到這個橫山指揮所的時候 當面同時在監控這一個台海的這個狀況的情況之下 要不要進行所謂的反擊 事實上還是必須由國防部長來下令 那這個轉給參謀總長 然後給這個第一線的飛官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們這個我們的這個戰情 已經顯示說解放軍有可能在對岸已經集結 那他的地面兵力也動員 然後他的一個兩棲部隊 全部都在裝載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有其他的更異常的情況 那這種時候事實上 基本上可能總統會召開 事前就會進行準備召開國安會議等等 譬如說已經授權給國防部長 然後依照軍令系統一路傳達下去 也就是說三軍的作戰指揮官 包含空座部的指揮官 艦指部的指揮官 跟陸軍六八十軍團 或者金馬的這種指揮官 他們事實上都已經手握這個開火的權力 也就是說解放軍即將要對台 進行所謂的全面的一個進犯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軍令權已經也都直接授權 給所有的這個前線部隊 包含像第一線的飛官 在那種情況之下 你已經發現說他這個軍事行動 已經不是單純像平時像最近這種 就是單純在挑釁 那已經準備要進犯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我們的戰機的飛官 就可以使用自衛反擊權 就是說不帶命令就直接可以開火 你只要遇到威脅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個有平時跟戰時之分 那這個平時跟戰時如何去認定 因為這種所謂的開戰權 還是在總統跟國會的一個手上 等於說這個要 等於說國安高層的進一步的討論 但是我相信這個 這個界線的拿捏 軍方跟這個高層 應該會有這個嚴慮的一個審視 什麼時候就必須要啟動 這樣的一個戰備規定 他們應該會有這個相關的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就是說 除了這個在台海的這個局面之外 事實上我們擴大到整個亞太格局 印太地區 事實上整個太平洋戰區 美軍最近做了很多的軍演 那個範圍之大 已經不是局限在東海 台海跟南海 已經跨出第一島鏈 甚至整個太平洋 這個第二島鏈 甚至第三島鏈的區塊 都在做軍演 因為像這一個這幾天 他除了這個在關島的勇敢之盾 上個星期進行之外 剛剛有談到 他的這一個有一艘這一個安提坦號 CG54的這個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 他從艦上發射了這一個戰斧巡弋飛彈 這一型的巡弋飛彈射程 大概有兩千五百公里之遠 他是遠距的公路型的巡弋飛彈 過去我印象中美軍對外不常展示 這樣的一個巡弋飛彈的一個試射過程 通常我們看到過去來講 他都是以這種在艦上面的建設的魚叉飛彈為主 那相對於這個公路的巡弋飛彈來講 過去我們知道三年前 事實上川普才曾經下令 他在跟習近平會面的時候 五十九枚巡弋飛彈 就從地中海直奔 直襲敘利亞 把敘利亞機場打了這個落花流水 所以這樣的一個攻勢武器的飛彈 突然拿出來展示 當然對中國有一個非常針對性的 一個嚇阻的味道 而且不是只有這一艘 我後來發現 他在另外一個區塊 可能是在菲律賓海 並沒有公佈明確地點 另外一艘DDG-52貝瑞號 他也同時間發射了戰斧巡弋飛彈 而且這兩艘 這個安提坦號跟貝瑞號 先前都是曾經通過台灣海峽的軍艦 也就是說 台海的周邊都是他防禦的一個範圍 這兩艘軍艦突然打戰斧巡弋飛彈 那這個當然對於中國來講 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 就是戰略威懾的意涵 就不排除直接對中國大陸進行襲擊 那除了這個軍演之外 另外太平洋捍衛者事實上 還有所謂的他的陸軍 在進行海軍 其實也有 陸軍的部分 是他的這個整個戰區 橫跨整個太平洋 就是說拉得非常長 他這個從帛琉一路到這個 往北到阿拉斯加的阿流生群島 這個距離大概有八千公里資源 那太平洋陸軍在這個區塊做什麼 做一個大規模的遠程投送 兵力投送 從這個等於說 他的這個空降到阿拉斯加 然後呢 他的這個C13洞的這個運輸機 又裝載這個M142的海馬式多管火箭 那同時進行所謂的躲島作戰的一個演習 那先前我們陸續談到 事實上美軍在做這個躲島作戰演習 事實上已經進行過很多次 都很低調做 這次非常公開的對外展現就是說 他可以透過包含像 MV-22的餘音機搭載的他們這一個陸軍 或者是陸戰隊兵力進行這個躲島 然後同時間把這個M142用C13洞 直接空運到這一個島上 然後同時間他的F-22跟F-35出動 那去徵收所謂的目標 然後透過傳資料連結 給這些這個所謂的多管火箭進行襲擊 然後進行跳島作戰 這個島躲下進行下一個島 那這一個演習區塊 在這一個印太地區哪個地方最有可能 當然不排除就是南海 因為南海中共控制了七個島礁 所以這樣整個這個美軍 在這印太的這一個地方的相關的軍演 這無非都在凸顯說 他已經有在備戰的準備 那所以回到跟他談到說 這個美國的這個前海軍的副部長 特別提醒說是不是有可能 在今年美國總統大選11月3號 好像是一個對解放軍來講 有可能犯台的一個時機 那當然他自己本身也談到說 以目前來講解放軍 他並沒有辦法對台達成 速戰速決的一個能力 同時間如果他這個輕易的就踏過台海中線 非常有可能引發整個印太地區 所有周邊國家聯手 跟美軍一起共同來打擊中國 那當這個時間點跟先前 美方有兩個高層講到說 明年這個美國總統 可能交接的時間點 那樣的一個可能外界的推測 我們都認為基本上來說 這樣說法每個人都可以講 他是不是正會發生 我們是只保留意見 不過他有提高等於說臺灣 或者是讓國際進一步去關注 臺海情勢發展的一個透明度跟能見度 我覺得對臺海防衛不是壞事 那同時也讓臺灣自己做好相關的防禦準備 那讓臺灣的民心能夠 我們能夠正確去判斷 今天解放軍來到底是挑釁 還是真的要開戰 我相信這個部分 我們民心士氣穩定的情況之下 就不會受到中共解放軍 持續這樣軍演動作的一個騷擾 好我們稍後回來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